救护车救人分秒必争台中市紧急救护出勤建树 民国一百年是11万6千多件 前年攀升到12万4千 去年则有12万7千多件 一年比一年还要多 车辆的耗损率也跟着提高 提早告证明说 我的救护车车门需要打开了需要开了 避免就是说从后面的机车车辆 从后面最轮到车门 这辆全新的救护车车门内加装了闪烁灯条 在后方还有两组LED爆闪装置 实际在夜间行驶时 跟传统的救护车比一比 黑暗中新型的果然警示效果比较强 车上还配有价值80万的自动心肺复苏机 能够克服心脏按压中断的情况 对我们在车上坐的话 其实我们是一手抓着 然后一手降压 今天有这个的话 我们只要在前面去做给系列动作就好 我们就不用把自己的身体全空在上面 如果今天有什么临时紧急刹车事故发生的话 我们的整个身体稳定性是比较好的 捐赠救护车的是这位陈先生 母亲因恶性肿瘤往生 生前总是乐于帮助别人 善灭也影响了她 说她的启蒙那么大 把她的这份心 然后变成大一点 刚好交车的时候 适逢母亲节 母亲节快到了陈先生 以母亲的名字捐赠救护车 一份行善的心 造福无数人 大爱新闻 郭云明 蔡玉凯台中报道 豆子 前面 无数人